各位 你好 我是心齋 一念不生 蔓源放下 今日和大家看一本書 《花雨滿天 唯摩蠍說法》 藍懷錦老師講述 藍懷錦老師親講以羞詞為主 卻明瞭易懂令人進入即生成就的大業大道 千古以來 人們未將唯摩蠍當成修行秘法 因而毫無成就 藍絲今日點破迷津 佛法 佛法 就在世間 我們就在自己的身心上治了 因此 究竟法門必須要自到自了 藍懷錦先生所講解的《唯摩蠍經》 在1981年7月10日在台北十方書院開始 由於書院的學生以出家中及學佛的人為主 所以藍絲的講解偏重於修詞的方面 舉例引證亦以修詞為重點 但對現代人來說 原典經文始覺太古老 藍絲的講解用的是簡單明瞭的話語 所以讀者非常容易了解和進入 《唯摩蠍經》這本經點包括了一切 當學佛不知道怎樣做 本經有答案 當事理不明白的時候 本經也有答案 讀懂一些《唯摩蠍經》心量不知覺的擴大 不再局限於我們生活的這個《唯摩世界》 也不會局限於在往的淨土世界 而擴展到無限的空間 所以這是一本包括一切建地修行的偉大經典 這本經的份量這麼重 是因為文字易懂流暢優美 人們很輕易地讀過去 認為已經懂了 實際上並非如此 千古以來都沒有人將佛法中的《《唯詩經》 《唯摩蠍經》《《法華經》 當作秘密法門 只是當他們是顯教的經文來中讀參學 自然不會明白修辭的意義的關鍵所在 因此毫無成就 佛法真正的即生成就 這個成佛的大業和大道 就在《《唯詩經》和《唯摩蠍經》 所表徵的東方兩個佛國 《唯摩蠍經》所超視的是阿俗佛國 就是唯摩蠍化身成為在家佛所依附的東方妙喜不動世界 藍絲在本書裡講解真正即生成就 佛法的大秘密讓人好好修辭參學 不要以為打坐就是學佛 這一本《唯摩蠍經》 最精華的重點就是告訴人們 佛法就是這個世間 就在我們身心至上 如果求他方世界依賴別人 想了生死 想成佛道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外力僅是方便法門 非究竟法門 所以究竟法門必須要自到自了 出版的理由是 這本書的出版有一個偶然的因緣 二十年來曾幾次有人 貢獻心力希望將紀錄整理 以便印行出版 但是音差仰錯 始終未能完成 而關心的讀者門卻時事 欣切的新聞 因緣常常十分奇妙 大約兩年多前 香港佛教圖書館的 親政黎法師 將藍絲所說的 《維摩蠍經》的錄音帶 交了兩卷給一位李華女士 拜託她的夫婿石雲先生 抽空將錄音紀錄成文字 這位石雲先生出身台灣大學 法律系又在美國墨西根大學 取得比較法學和企館兩個碩士學位 她看到只有兩卷錄音帶 就因而答應了這件事 怎料兩卷完成後才知道 後面還有137卷之多 怎麼辦呢 她心想既完成錄在先 就繼續做下去 此後石雲先生 花了七八個小時努力中作 一年中告完成 除了紀錄文字之外 石先生還作了初步的整理工作 以及資料的調整等等 現在趁此出版 資際對石雲先生的熱心和辛勞 特別自想深切的感謝之寢 現在這本藍絲的講解紀錄 用的是簡單明瞭的話語 相信讀者了解後一定容易很多 本書雖未經藍絲親自教隊 但出版的過程曾經經過不少參加聽講者的教隊 好似雲隱利法師 古國志 謝錦陽歐陽哲等 有關經典教證的工作 雲隱利法師 投入時間精神最深久 在資料查核方面 杭紀東教授盡力最多 而書名則是周夢蝶居士的靈感 在此一興向他們致謝 本書所採用的經典 是佛教出版寫版本 由古國自居時重生標點 書中小標點為編者所加 劉宇洪記 2004年12月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大家喜歡的話 請記得點讚、分享和訂閱全部 拜拜